就这样 八个孩子中的七个都顺利考上了大学 步入了令人向往的大学校园 在那里 他们学习 参加社团活动 度过了愉快的校园生活 与此同时 落榜的小葵 也没有放弃前进的脚步 他开始钻研电影 音乐 争取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站起来 大学时光总是美好而短暂 转眼间 八个孩子就要步入社会 开始求职之路 在招聘会上 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 努力争取 但很遗憾 杨小颖和沙小益 没有找到工作 没有工作 我也没有工作 家人怎么样 而其一人的工作都不错 随之而来的 是这八个人在人生阶梯上的位置 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很快 他们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婚礼当天 不走寻常路的沙小益 没有租车 而是选择骑电动车 迎娶新娘 嗯 嗨 嗨 嗨 一哥 嗨 你这个挺好玩啊 我觉得 好好啊 我骑的是台铃电动车 又快又稳 好车 我超车了啊 要超车来啊 超车了啊 我告诉你啊 就那么几个新娘啊 新 先到先得 欢迎各位新郎来到叠来雅谷泉酒店 坐吧 坐吧 随便坐吧 那我那边来吧 好 你们的人生也已经走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杨小颖跟关小彤等待着与你们当中的两位发生一段青梅竹马的缘分 只有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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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俩是青梅竹马 其他的都是后来找的 哦 那行 那行 哈哈 你们的餐桌上都有一道你的菜 现在请大家揭开盖子 我吃啥都行 我的菜 我的菜 哇 哎呦 行铁 行铁 旁边是新娘的自画像 还有一个他的描述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跟我太不匹配了 不 你怎么知道 你看我这个新娘啊 我的肩膀借你抗 他的肩膀借我抗 我让你抗 我跟你讲 大家抗 我一打开我一一开始以为是李晨的就跟赵敬的 哎 我觉得我这个金刚芭比啊 金刚芭比啊 我 不是不是 这个吧 哈哈 我觉得这个女孩真的很满不错的 真的很满 真的 真的不错 我们最起码还是个人 我这个看的照片上面就真的 他自己把自己画成了一头猪 哈哈 真的是头猪 我不是我不是说什么 你现在说的话 我跟你说外头都听见了 哈哈 我觉得我这女生应该特别可爱 特别可爱 我就帮我 吃吧 滑 瑟 我